没错,我就是用这道干香脆爽嫩滑的小炒军菇 收服了我家小朋友的胃 鲜香菇是爽脆的,白玉菇是嫩滑的 今天来做我们家小朋友超级喜欢的猪肉虾炒军菇 把买回来的鲜香菇跟白玉菇先清洗干净 用这种鲜香菇炒出来特别好吃 把白玉菇对半切开 把鲜香菇切厚片,炒出来口感特别好 把切好的军菇焯一下水 焯一到二分钟后捞出备用 食材有焯好水的军菇 蚝油生抽生粉 腌制好的猪肉片 包壳柳尾的虾仁 青红辣椒切块蒜末 油热加入虾仁 炒出香味后即可推到一边 加入猪肉片继续翻炒 炒到八分熟后即可加入蒜末军菇一起翻炒 大火一直炒,炒均匀后加入小半碗水 加入少许鸡粉,少许盐 来两圈蚝油,少许生抽 把调料全都给它炒匀了 盖上盖子让它焖一焖 好让菌菇入入味 打开锅盖 炒一炒翻一翻 这时候已经看不见汁水了 即可加入青红辣椒块 这时候继续给它炒匀,翻一翻 撒上芹菜段,再炒两下即可倒出盛盘 倒出来锅里是没有汁水的 看着是干香干香的 吃起来是嫩滑脆爽的 学会了吗? 学会了赶紧去做起来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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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